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0年11月29日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幾件事 首先每逢8月31日 那群小黃人都會去太子站獻花 但一哥鄧炳強竟然有新辣椒 令那群八三億造謠者和小黃人跪下 究竟是甚麼新辣椒呢? 另外公民黨換屆 不但楊岳橋地位被手足取代 還揭露了梁家傑再次專財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最後政府最近放風 之前盛傳會推行的內地投票站 而此難尾 究竟又為何會這樣呢?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將這段影片廣傳下去 等更多市民了解一下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在去年的反修例暴動中 那群黑暴虛構了很多假新聞出來 來迷惑那群小黃人 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假新聞 除了要數到新屋嶺性侵事件 幾千人被自殺之外 一定要數到太子站831死了人的謠言 整件事發生在去年 即是反修例暴動期間的8月31日晚上 那群黑暴愈想出來搞事 並聚集了一大群黑暴小黃人在太子王國一帶 由於黑暴的行為實在太可恥 不少途經的正常人都罵爆他們 但那群黑暴有他們說就沒有人說 開始恐嚇那些不認同他們立場的正常人 甚至乎有正常人被那群黑暴襲擊私刑對待 警方為了保護這群正常人的安全 自然快出旁暴警察和速龍小隊衝入太子站 往中環月台和列車 阻止那群黑暴繼續殘酷對待正常人 但黑暴見到警察來鎮壓就深深不忿 就造謠說當時有一定的人數被警察嘔吐致死 當時有關消息流出後 雖然警方很快已澄清 但那群黑暴的造謠能力非常強 而當時亦沒有我們KOL100可以闢謠 令很多小黃人誤信了這些假新聞 甚至當港鐵公開了有關CCTV片段 那群小黃人都拒絕相信 說只不過是拍不到有人死 甚至是傻到質疑CCTV的片段是假的 但謊言始終是謊言 始終有被刀破的一天 好像在2019年11月30日 全真社進行了採訪 證實所謂死亡的人其中六個仍然是生還 而早前一位在八三所謂的死者 他叫韓寶生 就相當地出現在英國 還要網上黑球那群小黃人課金給他 雖然有關的證據陸續浮現 證明八三根本沒有死人 但這樣竟然無阻 有一群小黃人繼續盲目地相信八三一死亡人的假消息 所以由去年八三一開始 其實每逢月底都有一群小黃人 去到太子地鐵站外面獻花 其實這群小黃人真是神經病 自己家人過世一年都未必去祝拜他兩次 但這個沒有死人的騙局 他們竟然可以比拜祭自己家人更神心 每個月走去獻花 由於有一群這麼傻的小黃人 那群攬抄襪的區議員自然樂得抽水 除了很多時候都會出席獻花活動之外 還會在太子站外面放一些紙箱 收集小黃人帶來的鮮花 再將那些花送去沙嶺公墓 對於這群小黃人的鬧劇 其實警方一直以來都採取一個比較包容的態度 未有很強硬的阻止 除了在7月第三波疫情爆發時 他才第一次作出反對 向那群區議員發出一個書面通知 說因為疫情很嚴重 所以反對他們的獻花活動 但由於這個書面通知中 過往沒有提及警方會採取什麼行動 所以那群攬抄襪區議員也沒有太大理會 直到昨天11月28日 油尖旺的攬抄襪區議員發了一個聯合聲明 他們說收到可靠消息 如果那群小黃人繼續下星期一 即11月30日 在太子站收花或獻花 將會被警方驅趕 甚至乎拘捕 他們在這聲明當然是循例抹黑警方 說他們打壓和平的獻花行動 當區的小黃人區議員林兆斌說 過去警方也曾經向這些區議員放風 說反對獻花 但他們覺得這次的態度明顯強硬了很多 林兆斌在Facebook上跪下 出帖說 因為我不希望那群小黃人被捕 所以呼籲小黃人 這次不要去太子站獻花 而那群攬抄襪區議員 亦不會再在太子站外放紙箱 叫小黃人去太子站拜拜後 把花送去區議員辦事處樓下收窄 他們會代為送去沙嶺公務 當媒體向警方查詢有關安排時 警方PPRB發言人回覆說 就著每件事 警方都會作出獨立風險評估 會因應不同的情況作出適當的部署 今次行動的部署由於屬於行動的細節 所以就不會公開了 如果有關的消息真是屬失的話 對今次警方的部署 指敬和很多正常人當然是全力支持 事實上整件831的鬧劇 根本是建築在一些已經證明是假的消息上 而事實亦證明了831根本沒有死人 所以所謂的悼念活動根本不應該容許 希望透過警方的嚴正執法 這類無聊的鬧劇可以得到制止 社會可以逐漸回復安寧 最起碼附近的居民也不用無緣無故 變成像住在墳場旁邊 說完831鬧劇想說一說楊岳橋 全國人大常委在11月11日頒布了一個決定 就是一套離定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框架 有關框架指 如果議員宣揚或支持港獨 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的主權行使 尋求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或做其他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就不符合《擁護基本法》104條中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 如果一經依法應定 就會喪失他們的立法會議員資格 有關框架生效後 港府隨即引用框架DQ四位攬炒派的立法會議員 包括公民黨楊岳橋、郭榮鏗、郭嘉琦和專業議政的梁繼昌 自從DQ 之後 他們有部份選擇轉軚、謀求洗底 例如郭嘉琦 之前接受訪問 竟然說公民黨有黨員 曾向美國表示不要輕易制裁香港 只不過當時沒有向外透露 以為這個謊話也夠厲害 誰知梁繼昌更厲害 最近接受《信報》的訪問 竟然說自己從來不贊成制裁 亦沒有遊說美國制裁本港的官員 又說制裁對改善局勢無幫助 他們兩人擺明 睜開眼、說謊 為了下年立法會選舉可以入閘 真是無所不用其極 當然有人漏夜趕科場 自然有人辭官歸故理 另一位被DQ的前立法會議員 郭榮鏗宣佈退出政壇 當然 他當成為大律師 現在不能成為立法會議員 如果因為違反國安法令他連大狀也不能成為 那便麻煩了 所以為了一份良知 退出政壇也很合理 四個被DQ的攬炒派 三個都表態了 剩下的楊岳橋 他又怎樣 楊岳橋所屬的公民黨昨天11月28日改選新一屆執行委員會 梁家傑和賴仁彪分別連任黨主席和副主席位置 立法會前議員譚文豪接任另一位副主席位置 但原本擔任公民黨黨魁的楊岳橋 竟然不能繼續當黨魁 那究竟為何呢 原來梁家傑說由於公民黨黨章規定 黨魁必須要直選的立法會議員 由於公民黨的立法會議員要麼被DQ了 要麼自己辭職 所以整個黨現在根本沒有人符合這個條件 所以暫時懸空黨魁的職務 今次公民黨換屆很多資深黨員都被換走 13個另外的側位中有7位都是新人 很多都是年輕手足 那群執委會成員的平均年齡是5.40歲 包括接任秘書長的大律師梁家綫 以及在自己區議員辦事處 掛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次的沙田區議員王文軒 我們也罵過他很多次了 似乎整個安排就是那群手足上位 救人就被換走了 整個記者招待會最好笑的位置 就是繼郭家綺和梁繼昌轉態後 梁家傑又延續轉態的風潮 當媒體問梁家傑是否支持港獨 他竟然說公民黨是從來不支持港獨 以為這樣已經吵鬧 當梁家傑被問到是否反對美國制裁 他竟然說是否制裁 這是美國的問題 由美國自己決定 公民黨沒有甚麼可以做 咦?梁家傑 你這樣也說得出來 究竟是誰去年和今年去美國 黑求人制裁香港 又是要通過甚麼香港法 還有你梁家傑和楊岳橋 早前被揭發 和美國駐港總領事密會 你竟然說美國的問題由美國自己決定 你這樣還不是出賣當日跟你有份 一起開會的楊岳橋 當日有關的片段 不如大家去片看看 美國駐港總領事史密客Hanscombe Smith 被揭發在昨天下午親身去到公民黨主席梁家傑 位於中環太子大廈的律師樓 和梁家傑和被DQ的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密室會面 昨天下午3時時史密客出現在中環太子大廈 他們偷偷地搭升降機 去到13樓進入梁家傑的辦公室 幾分鐘前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抵達太子大廈 還偷偷摸摸進入梁家傑辦事處 有關的片段不如大家看看 雙方談了大約一小時左右 到4時時史密客搭著電梯下樓離開 暴行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總領事館外面有記者訪問他 問他剛才見過甚麼人 但竟然被保安驅趕 美國 民主大國 他們不是很尊重新聞自由嗎 為何見到記者會驅趕他們 大概去到4時25分 楊岳橋也戴著黑色口罩到Lobby 他當然見到記者不肯回應他們的任何問題 自己就套走了 大概過多15分鐘左右 梁家傑也落到Lobby 當時梁家傑似乎已經知道 麥匯總領事這件事已經曝光被媒體揭發 所以他唯有被迫承認今次的會面 但梁家傑就說 是總領事主動約他 不是他約總領事 找他們交流一下 還說今次是一些恆常見面 大家互相了解一下情況 久不久都會見面 當然當記者進一步問他的時候 見面說說了甚麼 他就說只是對香港的情況作了交流 他們說通常會面都不會說甚麼 無論梁家傑說甚麼不關他事 我相信正常人都不會相信他們 他們覺得自己轉轉看後便可以參選 但我覺得他們真的是一廂情願 其實你看看現在立法會沒有攬炒派 這些東西多麼暢順 你梁家傑和楊屋橋都是專心做律師 不要妨礙香港發展 在這段831的鬧劇 想說說內地投票 近年來很多香港人都響應國家的政策 在內地工作或居住 只是在廣東省成年的香港永久居民 原來已經有33萬多 這些人雖然都是香港人 但由於他們身處在內地 選舉時未必可以趕回香港投票 所以他們的投票權利一直都被褫奪 所以早前盛傳當政府有意推動內地的投票站 把投票權利還給這班居內地的港人時 很多正常人都很著弱 認為政府終於肯推動這項得政 正當我們滿有期望之際 誰知最近有些消息好像對我們正常人潑了一桶冷水 首先特首在剛剛宣布的施政報告裏 他有兩部份 一個施政報告的附編 這個在10月時已經印好了 裏面有提到 研究在內地設立投票兼點票站 方便以登記選民在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投票 但在最近才更新印好的施政報告文本裏 內民竟然只是提及完善選舉制度及安排 用詞和之前的附編明顯已經有變 內地設立投票站突然沒有影子 除了施政報告外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偉 前日即11月27日召開記者招待會時 竟然說對境外投票沒有一個具體的推行時間表 他說政府會先研究境外投票的可行性 研究未成熟前不會強推 除了曾國偉之外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天11月28日出席電台節目 都說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原來境外投票很複雜 所以在施政報告中留有空間 如果可以處理到當中涉及的一系列問題 才會推行內地或境外投票的安排 對於這幾位高官的表態 我的感覺就是他們在為境外投票的縮沙鋪路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我們很多正常人都會覺得很失望 事實上我們現在立法會 難得沒有攬炒派 如果我們不趁這個機會通過境外投票 下年去到選舉後攬炒派 下日回來 將來根本很難再就這些東西再通過 如果你沒有內地投票站 你豈不是褫奪了幾十萬居內地港人的投票權利 事實上 其實有關的投票安排 也不是什麼新鮮事 例如很多地方 好像美國 不單有境外投票站 更有郵寄選票 那又有什麼困難 為何我們做不到呢 怎樣也好 雖然政府給我的感覺是在縮沙 但不知道是否因為他們經常很害怕 那群小黃人怎樣看 其實那群小黃人怎樣看 你根本不用理會他們 我便希望我的感應是錯的 我希望 原來政府真的嘗試做的 只是未完成 希望政府不要再理會那群小黃人 可以盡快落實內地的票罩 說香港人是一個投票的權利 今天就和大家說到這裡 在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下去 等更多的市民了解一下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下次見 拜拜 各位指敬頻道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女主持Agnes 有些觀眾為我們反映 在訂閱我們的頻道後 Youtube並沒有通知你 我們出了新片 其實是這樣的 其實你在訂閱我們的時候 右邊有個鈴鐺的東西 你記得按這個鈴鐺 再選全部 Youtube就會在我們推新片的時候通知你 除了致敬的頻道之外 記得也要訂閱我 女主持Agnes的頻道 多謝你